貿易和物流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 香港能夠成為區內的物流樞紐 除了是因為香港具備優越的地理位置 和四通八達的海陸空交通網絡之外 匯聚專業的供應鏈管理人才 亦都是重要的元素 傳統的物流可能仍在說運輸、搬運方面 現今的物流是數據分析提供解決的方案 很多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覺得未來的學生是需要有一種肯去創新的思維 肯去不怕困難去從很多不同的數字當中 去做分析去處理 然後去優化整個物流業的系統 物流行業對於人才的需求 將會是越來越多樣化和技術化 除了要求同學掌握物流管理的知識和技巧之外 更加需要對區域和全球經濟的發展有所認識 例如電子商貿和國際貿易等等 至於技術層面的掌握 讀物流的同學更加需要認識 如何應用一些高科技去管理一個跨區域的供應鏈 例如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應用 我在這裡畢業之後 其實我第一份工作就去了一間 IT solution consulting的公司 去做一個ERP consulting 其實我這份工作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幫一些客戶去 implement 他的一套 financial system 可能當中的客戶會涉及到不同範疇的工種 可能是一些政府部門 可能是一些IT hardware software的公司 或者可能是一些樓宇買買的公司 都不出奇 我畢業之後就很幸運 入了一間英國的一間上市公司 裏面做這個Supporture Adidas 在這個job duties裏面 我最主要是因為客人會在歐洲方面 而工廠會在大陸方面 我們是從中如何去做一個Coordinator的角色 去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而去做一些決策 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自2010年成立 已經成為大中華區最具規模的 供應鏈及物流課程 自2015年起 政府為了大力培訓這方面的人才 將課程納入了教育局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資助計劃 DSE的同學可以在JUPAS裡面 簡選到我們的課程 在過去10年裡面 我們與業界劫南了十分良好的關係 很多僱主都樂意聘請我們的同學實習就業 透過緊密的溝通 我們的課程會教授業界最新的技術和軟件 務求令我們的筆月生 可以在全球供應鏈裡面面對最新的挑戰 恆生管理學院的供應鏈管理課程內容 緊貼行業的發展和新的趨勢 除了書本的理論知識之外 亦都提供本地、內地及海外的實習機會 令到學員能夠獲得更廣泛的知識 我們BBA SCM 的課程 最主要是為香港物流管理和環球營運管理 去培訓一些專業人才 而課程的設計 基本上是由七個核心共同科目 和五個專修科目而組成 同學去到第三年的時間 可以選擇兩個專修組別 商業物流和航空運輸 而商業物流的焦點 著重於如何整合供應鏈和銷售點之間的網絡管理 而同學在這個範疇裏面會學習到 如何進行一些分析管理、服務管理和資訊系統的整合 去幫助企業的運作 隨著供應鏈變得越來越複雜 收集的資料和數據越來越多的時候 有效的數據分析就可以將這些資料發生最大的價值 而物流網和大數據的分析 可以將供應鏈管理能夠數碼化、智能化 學生出去做委託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接觸一些ERP系統 它是一些IT系統 它們其實是挺複雜的 而且挺難用 他們會跟我們回來分享 原來IT系統進入的時候是不錯的 原來很多事情都要很小心 我現在做一個ERP研究員 ERP和IT系統進入這科目 一定是最相關的科目 我在這裏學的ERP 其實一開始會教你用一套SAP B1的系統 我出來的時候 其實第一條隊都是在做SAP B1 我會幫助校戶去應用SAP B1的系統 我在工作中的其中一環 就是講一些Factuary Audit 其實Factuary Audit 其實都需要一些相應物流管理的知識 有志加入商業物流行業的青年 需要學會不同的管理知識 掌握暫身的資訊科技 才能夠精益求精 歡迎加入我們 歡迎你加入我們 成為物流管理精英